全民音檢寫作訓練 歡迎收看全民音檢寫作訓練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我們全民音檢寫作訓練的時間 那麼這個時間是專門針對於全民音檢 初級寫作的三個項目來加以練習 包含句子改寫 句子合併以及句子重組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來說是有幫助 不要了 訂閱 按讚 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受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 我們看一下今天 全民音檢寫作訓練第31集 我們每一個部分呢 包括這個單句寫作 句子合併 以及重組 各挑兩個句子來練習 兩個題目來練習 好 我們看第一題句子改寫 的第一個題目 他寫了這個非常有名的小說 好 那麼題目問的是 這個有名的小說 也就是說本來他把這個 他主詞是序 然後呢 授詞是 This Famous Novel 那他現在把這個 有名的小說 一到前面去變成主詞了 那就是合乎我們一個句型 叫做被動式 從主動變被動 不要忘了 非常重要的公式就是 逼動詞加上過去分詞 這個一定要出來 非常重要被動 逼動詞加過去分詞 好 那麼通常 這個主詞變成物 東西被怎麼樣 所以說這個非常有名的小說 是被 好 我們看到注意要時態 被動式最重要注意要 配合時態的變化 那麼這個是過去式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單數 所以was 好 當然了 我們要過去分詞 ro的過去分詞 所以我們要動詞三代 背得非常的熟 好 馬上可以運用出來 所以 was written 是被寫 被誰寫呢 by her 不要忘記 這個地方序移過來 會變成獸格 很多同學不小心 還是寫白序 那就完蛋了 移過來介系詞 後面要擺獸格 所以整個就變成了 This famous novel was written by her 這樣的一個 從主動變成被動的一個題目 句子改寫 好 我們看第二題 Listening to popular music is fun 聽音樂是有趣的 好 這一題我們很明顯顯而易見 它是以動名詞當主詞 動名詞 這件事情整個是一個主詞 聽音樂 聽這個 popular music 就是流行音樂 這件事情呢 是有趣的 動詞 主要動詞是be動詞 在後面 所以整個主詞 我們把它拉出來就變成這樣 那麼它給你一個 its句型 就是要你把它變成一個 虛主詞句型 這我們在 我二部分呢 我們就學過一個 由動名詞或不定詞 變成虛主詞 這樣的一個句型 那怎麼變呢 非常重要 要先把這個範圍界定出來 主詞 是be動詞前 所以 現在整個變成一個 it 那就是 it is found 這個叫虛主詞 就是假主詞 那真正的主詞在前面 前面我們要把它移到後面 不能丟掉 真正的主詞把它移到後面 因為很長 所以通常我們用虛主詞來代替 使得主詞縮小 然後把這個真正的主詞 挪到後面 挪到後面就變成 listen 但是我們通常挪到後面 就要變成不定詞 to 挪到後面 就變成不定詞 不能用listen 要用to to listen 用變成不定詞 to listen to 但是這個to是介系詞 這個不定詞 這個介系詞 popular 非常受歡迎的 就是所謂的流行音樂 music 好 所以整句就變成什麼樣呢 it's fun to listen to popular music 當然有可能題目是這個要你回到動名詞的狀態 這都有可能 所以不然動名詞不定詞變成虛主詞 虛主詞回到不定詞或動名詞 這個都要靈活的運用 非常重要 好 那麼這個呢 是我們前面第一大題叫句子改寫 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句子合併的部分 那麼就兩個句子透過一個連接詞或一個特殊動詞 把這個加一個合併 我加一個合併 好我們看一下第一題 don't drink too much coffee 不要喝太多的咖啡 you are not full or sleep easy 你沒有辦法很容易的入睡 好 那麼這一題我們很明顯看到第一個是用 命令句 否定的命令句 否定命令句前面用don't 那麼否定命令句加上一個後面一個主要詞句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所謂的懲罰性 懲罰性的一個用法 就是我們經常講 有一個and叫nama 一個or 如果你前面這個是命令句 那麼你這個地方加的and叫做nama 比如說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study hard 這命令句 study hard and you will pass the exam 努力用功 那麼你就可以通過考試 但是如果我們叫or的話就變成study hard 用功一點 or 否則 you can't pass the exam 不能夠通過考試 這個就是這個句型 非常明顯 所以一開始我們這個地方已經給你寫出來 don't drink too much coffee 重點這個題目就是要考一個資交 否則or 連接直接上去 再加第二句 形成所謂的懲罰性的用法 否則呢 you are not 你這樣不能 you are not 沒有辦法怎麼樣 這個 fall asleep 入睡 fall asleep easy 好 那麼這是整個一個合併 第一題 非常容易的 第二題 the rain is very heavy Temmy can't drive safely 雨勢非常的強烈 所以Temmy沒有辦法安全的開車 好這個題目把它變成一個 the rain is too heavy for Temmy 這個看到我們現在看到一個to就知道什麼句型 叫做tai怎麼樣而不能 to to句型 to to句型 to to句型我們馬上公司寫出來 tai如何如何 這個地方可能會出現副詞 也可能會出現形容詞 那端看這邊是動詞 如果這邊是b動詞或連綴動詞 我們就放行動詞 一般動詞我們就放副詞 tai怎麼樣而不能叫to to 加上原型動詞 這公式一出來這題就解了 只不過這多了一個 因為主詞不一樣 還要用for來接出來 因為主詞 第一個是ran第二個是Temmy 所以他第二 合併的時候他用for 把第二句的主詞給寫出來 好也就變成 the rain is too heavy for Temmy 後面放不定詞 to drive 去開車 savily 好這個就變成一個句詞叫做 the rain is too heavy for Temmy to drive safely 好整個就變成tot to句型 非常簡單 第二題就是句子和 第二大項句子合併 第三個重組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重組就是 我們一定要記得一個觀念 主詞動詞受詞 後面加上副詞包含 先寫地點再寫時間 當然還有一些特殊變化的句型 像tot to savily 我們要抓住那些 巨型的重點 好第一個 carrying 好 那麼carrying說什麼 couldn't sleep 他就給了這個 線索是 不能夠睡覺 that nervous she so was 非常重點 我們馬上看出一個句型 叫做savily 的句型 這個地方我們看出是tot to 這邊savily savily 前面是 可能是 跟這個一樣 就是 他是so 加上 可能是副詞 可能是行動詞 都看前面是b動詞 連綴或者是一般動詞 來做決定 那麼但是後面不一樣 後面是let 加上一個子句的部分 而且這個子句 一定要說完整句 完整句就是 主詞受詞什麼都有 非常完整的一個句子 就 如此怎麼樣 以至於 好換句話說我們把這個公司 再進去輕而易舉的 馬上把這題解出來 Caring 是 was 先加b動詞 所以顯見在中間會出現一個行動詞 so so was so nervous that that 怎麼樣 以至於怎麼樣 那麼 以至於這個that 他不能夠睡著 shu 第二個是主詞 shu 我們這個可能 couldn't sleep 寫到這邊 sleep 所以呢 以至於他無法入睡 整個就變成了 Karen was so nervous that she couldn't sleep 整個把這題解出來 好 重組第一題 好 重組第二題 我們再看一下neither I 這個叫做 這個我們馬上看出一個句型 就是neither nor 非a也非b 有一個叫 either or 不是a就是b 有一個叫 neither nor 既非a也非b 兩個都不是 兩個都不是 所以這個呢 neither I nor 那當然這個是主詞 所以這個相對也要有一個主詞 主詞的話我們看一下sister 可當主詞 名詞當主詞 但是加一個所有的 my sister 就既非我跟我姐姐 sister 好這個地方後面有一個 動詞跟一個助動詞 到底我們要先寫哪一個呢 注意 neither在前面 反正否定字在前面的時候 否定詞 否定副詞在前面 要形成所謂的倒裝句 非常重要 倒裝句 not only blows or not only 但在前面 nothing seldom 只要是否定詞在前面 後面不要忘了 一定所謂出現倒裝的狀態 倒裝非常重要 所以 neither I know my sister 好 倒裝的話我們就先寫 bush can 再寫 cook 所以整個句子就變成了 neither I know my sister can cook 就我跟我姐姐都 沒有辦法 這個地方不要再加nut 有同學不小心 這個地方又加nut 又變夫婦得陣 這個neither 就代表否定 這個片後面不能再出現nut 既非我 也非我姐姐 可以煮 就是我們兩個 我跟我姐姐都沒有辦法煮 煮食 沒有辦法cook 好 那麼這個就是以上我們介紹所謂的 巨子改寫 巨子合併 以及重組的部分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的話 別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已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期待下次全民音檢寫作訓練見面 謝謝